我觉得两边设计的都很精彩 是同一种风格的 比较搞怪的那种设计 对都特别好 Zara跟那个Rushka的那一个作品 其实我很喜欢 因为很幽默 这是一点 同时他中间 幽默点缀的又恰到好处 然后舞蹈的直给 又非常的棒 所以整个作品就让我看下来 就又嗨又有笑点 就这个很难 而且最后又埋了一个梗 所以这个就特别的棒 对有点超乎我的想象 原来他们两个人组成这样的风格 啊 when i saw boo boo looking like a horse 哈哈哈 and tuts like a cowboy was really funny and you know even it's it was a little bit funny they keep the the technique and the musicality and everything was really nice i really like their performance was really good yeah 好一百位 请你们做出 你们的选择 如果你们刚刚更喜欢 Bubu和兔子带来的作品 就请扔出你们手中的 绿色毛巾 如果更喜欢 Sar和Rochika 他们的作品的话 请扔出手中的蓝色毛巾 三 二 一 请投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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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 队长 我觉得两边设计的都很精彩 是同一种风格的比较搞怪的那种设计 对都特别好 好的 两个队长 真的两个队都很好看 一开始那个马那个那个动作真的很有创意感 但是我好奇 那个头套 ok 吗 就是因为他头发挺挺多的 easy easy 然后 Roshka 跟Sar 因为我记得上几季 我有看到他们两个人在battle的时候 最精彩的一个双人的一个舞蹈 然后今天真的看到 比那个更好的一个舞台出现了 所以真的是是太棒了 你知道Sar和Kaka他们俩一上来 我想了一部电影叫尖锋时刻 就他们俩的感觉特别像 Sar我从来没见过你穿的西服 真的还挺像样 还挺酷的 我觉得他们还是确实有 两组都有很有感觉 对 来一星队长 同意以上所有观点 中国风就给手 耶 好的 两组作品表演完毕 100位的选择如下 你分为36票对62票 本轮胜出的是 世界一流战队的SarRoshka 恭喜 这一轮我是把毛巾投给了这个Sar跟Kaka 因为兔子跟Purbu他们分开来是非常厉害的Battle型的选手 然后这个作品就是有这种西部牛仔 有这个扮演一个很可爱的这个马 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 但是呢他们作为Battle的选手 我觉得1加1的时候 可能没有让我有一个预期就是大于2的感觉 相对于这个Kaka跟Sar 因为他们是各有特点 然后特点比较统一 就是会玩 又很可爱 所以在他们的舞蹈当中有一些双人的配合的动作 像是武打 然后在武打的过程中又挠你痒痒 这个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点 Kaka和Sar 这组它有一种电影感 所以当他们两个整体的形象一出来 然后再配合背后的那个背景 莫名跟这个电影形成了一种呼音 Kaka和Sar的表情 就整个把我就拉到他们那个角色里面了 而且中间有一个环节 就是音乐特别慢的时候 忽然一下快 他们俩是快慢结合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当时投给了Kaka和Sar 不 batteries 一车